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平,现场为您邀请到大来国际投雇的总经理丁兆宇宇哥,来到我们现场,宇哥好。 飞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雇总经理丁兆宇。 好,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江湖指数今天最高在15713点,最低目前看到是15608点。 还记不记得之前老师跟大家分享而且介绍的好股票, 包含我们的德伟老朋友,还有我们的金锐, 还有昨天还有前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宏基资。 今天的这些股票都在创新高。 恭喜我们的会好朋友们。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新天地, 今天已经获利接近五成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除此之外,听众朋友们一定很想知道,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这些高价股有一些高价股拉回,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操作。 还有下个礼拜的盘式,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待,怎么样来布局呢? 赶快请我们专家宇哥。 今天这个盘很明显有些涨多的股票拉回, 甚至有一些高价股, 嘎空的股票拉回。 我们先讲结论, 这些股票我认为拉回, 你要留意买点。 好。 你要留意买点。 我们先看这34-43的创意好了, 34-43的创意今天盘中创新高, 开盘创新高, 然后没有多久竟然打到跌停板, 这个震荡幅度很大。 对,没错。 那跌停板呢, 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环涨急跌, 一个多头股正常的表现。 是。 好,那我先前跟各位讲, 因为它的嘎空力道慢慢减弱, 可是因为这个空头是这个, 等于说是几乎是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但上面来讲的话, 还有很多的券单它必须要回补, 只是说在这里它会出现一个剧烈这个震荡, 但是拉回你创造出的空间之后, 就是一个买点了。 其实有很多股票是这样子的, 之前很多, 我再讲几个来, 比如说像3558的神准就好, 神准它先前,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它创高就震荡, 打下来, 然后盘中有一天打到跌停板, 创高之后跌停, 然后修正了大概差不多三四天四五天之后, 对不对, 在这个礼拜有一天又创新高, 又攻上涨停板, 就是说它拉回, 你不要怕拉回, 但是拉回如果幅度够, 这个地方会是一个你短线上面获利的一个很大的契机, 那另外像3661的世行KY,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 这个千元股嘛, 你看重到了1050块钱千元股之后, 又给你打到盘中的重挫, 又跌到900多块钱了, 那另外像这个8996的高利, 这个是嘎空的股票, 8996的高利, 当然它现在被分盘了, 这个都是今天拉回的一个股票, 还有这个4967十全, 我就举这四个例子, 两档高价股, 两档嘎空股, 那结论我也跟各位讲, 拉回你要注意买点, 那重点是, 因为现在是在比谁的口袋深, 对, 因为主要是我说联发科, 记不记得联发科会涨停板, 我跟大家讲, 不是殖利率的关系, 没错, 对不对, 跌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注意, 打下来殖利率很高要去买, 可是涨上去, 我告诉大家不需要追, 因为是法人的回补, 他在嘎空手, 这个我讲得很清楚了, 那结论就是, 这些股票呢, 它会整理整理之后再供, 那一定要拉回之后整理, 再过去, 把握拉回时间, 记得这四个字, 把握拉回, 3675德威, 我有没有讲过, 我说206.5那一天, 206.5那一天, 这个开宏门第二天, 我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买点, 我请大家来电, 这张股票我送给大家, 我说三叉叉五, 有没有, 我说投信投买的股票, 那一天收盘最低是206.5元, 今天创新高296块钱, 你等于说已经大赚90块钱了, 今天创新高, 所以你听我节目, 从开红盘第一天到现在, 你买得为的, 我敢讲全部赚钱, 大赚, 而且真的是转折, 我都跟各位有讲, 我说前阵子它创新高, 我说不要追, 为什么因为投信它也怕, 它短线上调节, 我说公司的心态很偏多, 记不记得我讲这句话, 我讲的时候我还担心说, 听众朋友可能听不懂我的意思, 我说这档股票, 它获利数字很好, 前三季赚8块多, 公布了赚超过一个股本, 公司当然觉得说, 我的获利数字那么好, 他当然是这个心态, 当然觉得说, 这个地方拉回, 我一定还会在积极的偏多操作, 所以你看德伟今天是不是在创新高, 那你没有把握拉回, 基本上来讲, 你如果去追高, 你如果看到投信卖掉, 你跟着停损出去, 那你今天不是要, 不是要, 不是要把头卡, 对不对, 那另外像三四五色金锐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有没有, 那这两天投信是不是回头买, 一模一样, 德伟也是投信昨天回头买, 金锐也是投信也是昨天回头买, 那三四五色金锐, 今天是不是拉涨停板, 是不是再创新高, 对不对, 但是我讲, 这个来讲, 现在就出现一个状况, 叫做比价效应, 所以金锐今天再创新高, 当然开心, 但是呢, 注意, 因为金锐基本上来讲, 他今天涨停板279块钱, 可是三四五色金锐, 我们来看, 金锐其实, 他的获利数字, 这个去年, 全年是赚8.11元, 那8.11元股价涨了279块钱, 贵与便宜, 我们不去做评论, 我讲另外一档, 六五五六的胜品, 这张股票, 去年前三季就赚7.26元, 这张股票, 去年一定赚赢金锐, 那股价再多, 今天也涨停板, 股价的179, 差100块钱, 真的, 所以, 你一个比价效益, 我说金锐跟胜品, 那基本上来讲, 胜品有向上比价效益,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注意, 那另外一档, 中低价位的股票, 3128的胜锐, 今天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的节目就是要跟大家阐述两个观念, 第一个是族群的轮动, 第二个是比价的效益,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 我们可以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这个部分, 像胜锐3128的胜锐, 我觉得3128的胜锐来讲的话, 它主要它是做汽车相关的安控的, 因为它也多了一个汽车的一个族群, 那前三季赚1.4元, 也超过了去年全年的0.8元, 前一年的0.8元, 所以它大幅度成长, 可是股价大概很便宜, 大概只有四五十块钱的一个位置, 而且股价才刚刚在低点突破, 你不像精锐, 不像胜品, 这两档股票都创新高, 所以接下来来讲, 向上比价, 深锐你要特别注意, 3128的深锐, 这是安控族群的, 安控族群的, 那我们讲在最近, 我们的题材, 在台北股市当中题材, 最主要就是在什么, 在国安跟所谓的资安, 那资安我们也提到说, 包含像是聊天机器人, 聊天机器人这个情形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从最早跟各位介绍, 我说聊天机器人, 它会跟AI会有关联的, 因为它要需要大数据的处理, 它需要高速的运算, 那这里面来讲, 包含了智慧的影像分析, 包含了大数据的分析, 所以第一个, AI相关的, 包含像高速运算的股票来讲, 你看看为什么, 这个3661四星KY跟3443创业会这么强, 因为他们是做这方面的, 这个所谓IP的, 细制财的一个服务, 那其他的相关的应用来讲的话, 我们看像这8227的, 具有这档股票, 它是新挂牌的, 那它也是做, 这个ASIC细制财的一个服务的部分, 8227, 那是不是也是个比较效应, 8227具有这档股票, 股价今天盘中一度差一档涨停板, 196块钱, 那你跟这个, 包含像是这个创意跟四星, 这个1000多块钱的股票, 这个大概差不多有7, 8倍, 89倍以上的一个差距, 对不对, 所以具有的股价来讲, 它表现最近表现相对非常强劲, 它就是一个比价效益, 它同时也是治安概念的, 同时也是治安概念的, 所以那这部分来讲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资安相关的股票呢? 其实我今天告诉大家, 我准备了一份, 包含了CHEP, GBT, 就是所谓聊天机器人, 结合了资安, 以及这个AI, 人工智慧的这些相关的软体服务的公司, 我把它锁定在软体服务公司, 那这份资料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因为这里面有些股票已经拉出去了, 比如说我们在讲这2453的林群这档股票, 那林群我们在强调, 它下个礼拜才被这个, 等于说是解禁了, 它现在被分盘交易了, 所以这档股票我们也跟各位讲过非常多次, 我说你们就趁黑的去买, 因为它不能当冲, 不会被盘面上面这些人去冲来冲去的, 所以你沉黑的时候去买, 千万不能追高, 可是它先拉出去了, 另外来讲像8227的具有这档股票, 至于还有哪一些股票, 以及完整的资料呢, 你想要得到这份资料呢, 今天来讲的话, 我开放给大家来电索取, 记得我所讲的一件事情, 你要领先布局, 你才能天天都有掌停板, 那这份资料今天就开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电索取, 好来听我们, 如果你想要天天都有掌停板的话, 这份珍贵资料你一定要来拿, 欢迎听我们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的ChatGPT, 聊天机器人, 资安还有AI人工智慧, 相关软体服务公司的这份珍贵资料, 把它带回家, 我们假日没有休息, 欢迎听我们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把我们的这份珍贵资料带回去, 实现我们天天都有掌停板的愿望, 不要走开,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打电话进来, 就现在。 亲爱的老朋友们, 我们的专家呢, 标股正当团的专家丁周宇哥,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啊, 包含呢3675的德维, 3454的金锐, 老师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对不对, 今天这两档股票都在创新高啊, 恭喜我们的惠伯伯们, 除此之外, 还有老师跟大家分享到的低价股, 人人买得起, 各人赚得到新天地这档好股票, 今天的获利已经接近五成了, 差一点点而已, 恭喜我们的惠伯伯们, 所以说听伯伯, 今天老师有告诉大家, 想要扩大你的获利数字吗, 不要忘记了, 要把握拉回的时间, 拉回要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你想要有天天都有掌停板, 这样子的一个愿望吗, 不要忘记了, 今天你一定要来拿我们的这份珍贵资料, Chat GPT, 还有我们的聊天机器人, 资安AI人工智慧, 相关软体公司的珍贵资料, 相当的珍贵, 里面有多大好股票, 你准备要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了, 赶快拿起电话, 谢谢舅波, 02-236-59-333, 02-36-59-333,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这份珍贵资料带回家, 0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沸屏宾, 因为你要请到我们的专家, 丁头宇哥来到节目当中, 来这份珍贵资料带, 我们赶快打电话进来, 刚有听到电话号码, 对不对, 赶快把它带回家, 实现我们天天都有掌停板, 这样的一个愿望, 来下次要听你的歌曲, Madonna, 所带来介绍好听你的歌曲, Where's the Party, 马上回来,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free my soul,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lose control,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free my soul,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lose control, I want you lose control, I couldn't wait to get older, Thought I have to much fun, I guess I'm one of the grown-ups, Now I have to get the job done, People give me the business, I'm not living in fear, I'm just living in chaos, Gotta get away from here,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free my soul,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lose control,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free my soul,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lose control, Don't want to grow all too fast, Don't want to let the system get me down, I've got to find a way, To make the good times last, And if you show me how, I'm ready now, Slow down you move too fast, Gonna make the good times last, Gonna let my hair hang down, I'm ready now, Slow down you move too fast, Don't want to make the good times last, Don't want to let my hair hang down, I'll let it now, Where's the Party, I want you free my soul, Don't want to tell me why,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废评, 为你邀请到我们的专家, 丁教宇哥回到我们的现场, 来听我, 外面电话响不停啊, 大家都想要拥有我们这份珍贵的资料, ChatGBT, 聊天机器人, 还有资安AI人工智慧, 相关软体公司的珍贵资料, 想要拥有吗, 想要实现天天都有涨停板这样的一个愿望吗, 不要忘记了, 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把它带回去啊, 来赶快播通我们的专线, 如果你忘记我们的电话号码, 等一下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播通哦, 那下个礼拜的大盘怎么看待, 个股要怎么操作老师, 除了电子股之外, 那大家要注意, 注意什么, 注意所谓的航运股, 是, 航运股呢, 当然第一个, 这个散装航运的部分, 当然是社会BDI嘛, 那BDI里面来讲的话, 我只挑一档股票跟大家介绍, 好, 那这档股票叫做台航, 我只跟各位讲台航因为它有转投资, 杨明它有转投资包含像是长荣, 当然长荣这部分来讲的话, 有多少我们还要持续在去追踪, 可是它是这个杨明的大股东, 就是确定了这个事情, 那货柜股会不会有所谓的高值利率, 然后激励了他们投资的股东的一个所谓的, 一个鼓励的一个收益, 就是台航2617, 丁老师直接告诉你, 你们就去, 如果是你要做散装航运的, 这档股票你一定要留意, 好, 不是新航的, 不是域名的, 你留意台航就对了, OK, 那电子股的部分来讲,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就是资安以及国安, 好, 这两个方向, 因为其实股票太多了, 我们锁定一些好的股票, 就像我说, 我准备了这一份, 包含聊天机器人, 包含了咨询安全, 包含了AI人工智慧, 这里面交叉比对当中, 有哪一些相关的软体服务, 它会是最受贿的, 这份资料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 那我相信了, 我过去跟各位讲了一个口号, 天天都有涨停板, 这是一个目标, 我们讲, 我们举个例子, 在之前, 我不是跟各位讲, 做这个餐饮, 就是内需服务这类型股票, 我说股票这么多, 你能做多少, 我说我只做一档新天地, 我就跟各位讲新天地, 我说20块钱去买的, 那天是黑的, 我节目中讲了很多次, 我说当天, 我9点半的时候呢, 他打到盘下20块钱, 我请会员朋友进场去扫货, 通通来有多少买多少, 尾盘急拉, 坐轿直接拉到涨停板, 22块3毛, 你20块钱去买, 尾盘给你拉到22块3, 你当天赚11.5%爽不爽, 开心, 我告诉各位, 你们这辈子可能很多人没有这种状况, 对没错, 大部分手中有涨停板都是去追的,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前一阵子买, 然后突然拉个涨停板的, 我当天在盘下去买, 当天尾盘拉涨停板, 我当天现赚11.5%, 这个经验我想很多人都没有, 对没错, 就你知道今天到今天, 新天地, 当然新天地我们讲, 一直跟各位有讲, 他被分盘交易, 对不对, 你也不要去追他了, 是啊, 有的就跟着我去报, 就报到底就是了, 好, 各位知道吗, 今天最高新天地来到29.95元, 我过去常跟各位讲, 低价股的好处是, 20块涨到30块钱, 它还是低价股, 是啊, 当20涨到30的时候, 那是赚多少, 赚五成, 50% 赚10块钱, 20块涨到30是涨10块钱, 是赚五成的, 今天最高来到29.95, 我差一点点, 我发给我客户的讯息, 我说, 啊, 可惜了, 今天差五分, 就达到获利五成目标了, 但是我们也是完成了近五成的一个超棒的一个记录, 一个获利数字, 对不对, 而且两个礼拜, 我上上礼拜我去买的, 今天礼拜五, 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获利可以接近五成的, 差五分,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的吓人了, 我自己又觉得说, 哇, 真的是, 有这种操作, 其实, 这归功于现在市场上的一个氛围, 它是属于偏多的, 但是你要扩大你的获利, 你一定要把握拉回, 对, 你除了要有资料, 你除了要做好功课, 股票先准备好之外, 拉回你要锁定目标, OK, 你新天地, 最标准的嘛, 排面上面那么多, 什么王品啦, 什么云品啦, 精华啦, 我跟各位讲, 观光族群, 大概哼不郎当加起来, 大概差不多二三十档股票啦, 我只做一档新天地, 我赚五成, 我赚接近五成, 是, 对不对, 我根本不会散弹打鸟, 我剩下的资金, 我来做电子股嘛, 对不对, 好, 那回到我们电子股本身呢, 我说今天这份资料, 聊天机器人的, 这个资安的股票嘛, 二四五三的铃群, 对不对, 涨到被分盘交易了, 那同样的, 铃群去年前三季赚1.54元, 那在我这份资料当中, 资通二四七也在里面, 铃群资通, 那会不会有比价, 资通赚2.19元, 铃群赚1.54元, 所以铃群被分盘交易, 接下来当然是看好资通嘛, 二四七资通嘛, 明白, 对不对, 所以资通这部分来讲嘛, 它会有后来居上的一个, 实力, 而且资通我觉得下个礼拜, 就有机会去挑战新高,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像鸿群资, 这个老朋友, 681的鸿群资了, 对不对, 前天不是涨停板, 我跟各位讲, 我说老板是叫陈俊胜, 对不对, 我说鸿群董事长就叫陈俊胜嘛, 那前三季赚9.04元, 对不对, 今天涨停买209块, 前天涨停, 昨天整理, 今天再创新高, 供涨停209块钱, 对不对, 那另外呢, 我讲6751的资联嘛, 也是两天两只涨停板之后, 对不对, 今天再创新高, 对不对, 他前三季赚5.67元,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比价效益, 没错, 所以答案来了嘛, 对不对, 我在节目当中, 我们之前操作的, 像是鸣群, 有, 像是资通, 像是红鸡资, 像是资联, 后面两只是属于高价的, 对不对, 那还有一只低价的6XXX, 那这个在我们资料当中, 今天也攻上涨停板, 也攻上涨停板, 恭喜大家, 那但是,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要来电来索取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里面就有这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 现在里面, 这个有几档股票跟各位讲, 大概差不多扣掉铃群, 扣掉资通, 扣掉红鸡资, 扣掉资联之外, 这边还有大概差不多, 还有大概差不多5档, 5,6档左右的一个股票了, 那这份股票当中来讲的话, 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好的,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 我希望大家你要领先布局, 那这份资料送到大家的手上, 那礼拜一来讲的话, 我这边会出手去重压一档, 资安的一个没有涨到的股票, 那欢迎大家, 如果在操作上面有任何问题, 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那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现在就是说, 这个想要说做多一点功课的话, 那我这份资料来讲的话, 我开放给大家来索取, 只有一天哦, 就是这个周末, 只有一天哦, 所以广告实践来讲, 这份民族珍贵的聊天机器人, 资安结合人工智慧, 相关软体服务的资料来讲的话, 你打电话来, 那这样股票就可以无偿的给各位, 好, 所以有点我们想要天天都有掌停板吗, 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来拿这份珍贵的资料, 我们的ChatGBT, 还有聊天机器人, 资安, 还有AI人工智慧, 相关的软体服务公司, 这份珍贵资料, 一定要拨通我们的专线, 把它带回家,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打电话进来, 也再谢谢我们的宇哥, 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掌停板,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股, 薪资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亲爱的老朋友们, 想要跟着老师一起实现, 天天都有掌停板这样的一个愿望吗, 今天你一定要来拿这份珍贵资料, 就是ChatGBT, 聊天机器人, 资安还有AI人工智慧, 相关软体公司的珍贵资料, 欢迎听我们赶快打电话进来, 你没有多档好股票, 你一定要拿到哦, 欢迎听我们赶快播头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错过3675的德韦, 3454的金锐, 还有我们的新天地的好朋友们, 到底有哪一些个股, 在下个礼拜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呢,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的ChatGBT, 聊天机器人, 资安AI人工智慧, 相关软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珍贵资料, 让您带回家,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带来投入对话号码, 想要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吗, 想要扩大你的获利数字吗, 不要忘记了, 要把握拉回的时候跟着老师进场, 怎么样布局, 有哪些股票你不能错过呢, 赶快把这份珍贵资料带回家, 023659333, 023659333, 我捏最后一次哦, 0223659333, 赶快打电话进来,